工坊的交流 还有吸纳创业的新柜 让他们彼此之间能够交流 来促成一些文创的工作 第三个就是结合设计的思维 还有工艺的技术 来建立这样一个新的互助 合作的模式 所以这个活动别记忆有意义 相当的新盈 可以说在我们台东县 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创的气象 这样的活动我相信在台东 由今天在此时刻开始 以后我相信台东会进入到 另外一个新的境界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文创的氛围 来建造来塑造台湾新的 气象 让外地的人对台东的印象 不但能够从过去的传统的刻板的印象 然后我们在地 透过在地的努力 来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这个文创的氛围 那么这样一个文创的氛围 相信能够让台东的确是会变成是一个好山 好水 但是不会很 不会好无聊的地方 这样子 对不对 对 那当然这也需要很多的努力 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对台东的印象 是一个农业大限 但是不过这几年台东的变化相当大 相当大 那么这个 这个颜色所提出的这个 所制型的这个活动 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在地的 在地的一些公寓家 还有 还有透过设计师 还有透过各界的努力 来推动一种新的 在台东形成一个新的一个文创的氛围 那透过这个文创的氛围 让我们慢慢知道说 台东的确是有 可以崭新一个新的面貌的这个可能性 那 譬如说今天 刚刚记者先生有拍到一些 年轻人身上所穿的这个 现在的网络的名词叫做什么 叫做 叫做什么 潮梯 非常这个新潮的这个T恤 这个T恤 它 所谓有一句话叫 明以十为天 我们把它改成是 明以一为天 那么 穿在身上 等于是把台东的意象能够带在身上 甚至于 从台东 带到台湾 甚至走入国际 都能够看到台东具体的 比较一个 很初步 比较有具体的这个形象出来 那所以 这次的这个潮梯的设计呢 大致上有分为音乐的图像 农作的图像 还有工艺 以及地景的图像 那么 不过说 那我们想说接下来 我们就 接下来 第一个 的这个活动呢 节目表演 节目是一个开场的舞蹈 那开场舞蹈 我们特别请到 台东大学的这个学生 比辱 还有三人组 他们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来 让我们也掌声来鼓励 欢迎他们的舞蹈 来 掌声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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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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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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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